現在來到二零一九二軍福華大型集體婚禮的現場 有請第一對片作之一 秋苦夫婦 富貴 愁向登場 Baby 你坐船舶 各個安生中 安安 哀哀 前生丹悠悠 Baby 你坐船舶 各個安生就啊 安安 愛愛 前生丹悠悠 小妹妹 我坐船頭 各個你在岸上走 我倆的情 我倆的愛 在街上身當悠悠 當悠悠 有請第二對生雜夫妻檔大豬提子李健 和她的精緻豬豬女孩多樂詩登場 我沒有天上的雨水哦 海灘花兒 不會自己靠 海灘花兒 為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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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请第三对才子家人 失魂与夫妇 梁宇 魂飞登场 春暗的花开 带走冬天的季寒 微风吹来浪漫的爱情 鸟儿的高跟拉近我们这里 我就在此刻突然爱上你 听我说 手牵手 跟我一起走 把你一生交给我 昨天不要回头 明天要挑白手 今天你要嫁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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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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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地时攻击 走冠罗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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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欢迎大家来到 我们要找风华特别策划的 新地时光机 我是主持人宋家琪 今天很开心 很荣幸 很感动 得到三大批新人 他们极力的邀请 主持他们浪漫 感动 拿命的这个婚礼 在此 最后的时刻 我隆重地宣布 婚礼 圆满成功 下面 送入东方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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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他和大家重新来过 隆重介绍一下 我们三对新人 第一对呢 是代表六十年代的新人 李健和多乐斯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多乐斯 我是李健 我们是为了共同事业 而奋斗 而结合在一起的好同志 祖国我爱你 他们为什么会是一对呢 因为他们在今年主角频道的 春节特别节目的剧中 是扮演夫妻 主要是他们的信物 是的 欢迎 你们是老夫老妻 是埃丫老夫老妻 他们都是埃丫的 我们都是老的 你们年纪不老 但就已经好像很老 因为你们在萤幕上 做了很多次的夫妻的形象 你们代表八零年代 富贵 抽香 耶 我是代表八零年代 是 他是代表古代 一听我们几年 最老就是他 低调点 低调点 为什么是八十年代 其实你知不知道八十年代 是彩色的照片刚刚兴起 彩色的婚纱 没错 预充着我们的生活多姿多彩 有没有什么爱情信物 人家的爱情信物 就是他们 朱 是啊 那你们的信物是什么 有信物 我问太厉害了 什么信物 什么信物 可以吗 可以 好贵重啊 男装 是一看一支我来送给你的 还要磨到试世人字拖 预议着他要吃拖鞋饭 不是 是预议着他要 相亲教旨 听话听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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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真的打下去的 真的 喂 人家是送拖鞋 有信物 你是什么信物 我有 我有 没有什么 严肆 先做炸西洋菜 西洋菜 是炒了的西洋菜 这一盏看似梅菜 我希望你煮的时候一定要上汤 不要蒜蓉 蒜蓉 我明白了 拖鞋 振英雄 梅菜 振美人 是不是 西洋菜 西洋菜 振美人 美人 你开心的 是啊 是啊 多谢 给点掌声 她们是代表80年代的新人 这一群 这一群 是哎呀夫妻 站在我左手边的这一群 她们才是真正的夫妻 她们是代表00年代的 她们是亮鱼和云菲 大家好 大家好 喂 人家有信物 我打开信物的时候 大家有点心理罪 Junkie 是不是戒指有这么厉害 我们没见过戒指 真是戒指 看看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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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这个剧组很不公明 为什么她们已经这么厉害 她们是这样的 无公仔 哇 说件真事 真人真事 我们结婚的时候 爱情信物 当时我朱耳省 一束花去求婚 因为没什么钱 她在香港 买戒指可能会便宜一点 过去香港 带着她进了金铺 第一层金铺 对不对 营头 其实对的 不过价钱不对 你不要这么早 踢白我 第二层 对不对 对 第三层 好些了 其实每一层的价钱 香港都没有这么设置 第一层最便宜 第二层次便宜 还是三层最贵的 对不对 第三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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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那时候真的 因为那时候刚刚出来做事 那个银包薄 那些现在以为 你刚刚出来做事 明明做事很久 腿都震了 我说怎样 要透支有成 但是我老婆很疼我 主动退回第二层 跟我买这个戒指 我看得到这个 不要买这个 就是选得适中一点 我觉得老为安慰 这个真是老婆 真的说你好了 跟我省心 你们是零几年之后 我们是2008年结婚 2008年结婚 所以是2002代 好迷恋 好迷恋 要通过三关的PK 累计一下 获得这个 叫时光值最高的那个队伍 就是我们的 年代秀之星 哇 本期奖品 豐富到不得了 马上开始我们今期节目的第一关 就叫做 回答吧 时光机 第一关 第一关 回答时光机 三组闯关倒下 同时进行关于年代问题的必答题 和抢答题的挑战 淡压一题得10分 各位 必答题第一题 请问歌词里面的小玩意 指的是什么呢 答题 继续 必答题 是写在题板上的 歌名都是小玩意 歌词里面又有小玩意 究竟这个小玩意 指的是什么呢 对 答题就有10分了 好好把握一下 因为类计 时间不多了 时间够 先看看60年代的 你们说是 你看看 歌名又写了 图又说不是 英文又自解了 真正的答案 其实我们看这里 是戒指仔 因为戒指和戒指仔 是两个答案 一样的 戒指仔 戒指仔 你要看第一层还是第二层 还是第三层 如果你选第一层 就没有了 我不管 我是看准确度高到多程 我接下来80年代 我们是图文并茂 不是戒指 戒指旁边 还有只肩 好 你们写的是母子 梁宇 是谁写的 你那个明明是母子 武术指道 明明是母子 他想写戒指 他说拆不了 要你平时不要打字 要你多写些词 三个其实都是说戒指 究竟对不对 立刻来公布 正确答案是 戒指 对的 无论大戒指 戒指仔 都是戒指 三对全部都对 所以都可以加10分 给他们掌声 好 第二题上识题 好 请看题 请按照结婚年份长到短的顺序 依次排列下列明清 答题 计时开始 上面分别有珍珠分 有白金分 花果分 珊瑚分 花边分 以及蓝宝石分 按顺序 记得按顺序 还有有时间限制 你们不要以为懒懒闲 好了 时间到 我们先看看60年代 其实我们按硬度来分 没错 短度代表时间的耐久度 白金分 藍宝石分 第三是珍珠分 第三是珊瑚分 第五是花边分 第六是花果分 好 接着我们把信息 我要解释一下 这个顺序是因为旁边有个老人千万 他是由长到短 他把牌整个由短到长 不要紧 反正我知道就可以了 反正你可以说 第六是最久远的 你是不是觉得第六是最久远 对 白金分是最长的 最后一组00年代 讲讲你们的 为什么这个排列 其实跟刚刚之前差不多 因为白金肯定是最长的 接着到蓝宝石 我原先打算写珊瑚 接着梁宇华要写珍珠 她说珍珠会比较硬 所以就 就倒转了 花果和花边 她的意见是花边在花果之前 我手快快看着A想的 B写了C 就错了 应该是花边和花果才对 其实三对人的选择 都是不同的 接着我们马上来揭晓了 有没有人对 还是全部都错 这题有点难 不是开玩笑 请看正确答案 正确答案就是 排名第一的是白金分 接着是蓝宝石分 接着是珍珠分 接着是珍珠分 接着是花边分 最后是花果分 最后是花果分 唯一正确的是八零年代 才给一张升 加上十分 果然是弄的 真是辣 必答题的最后一题 请看题 斗门水上分架集族 已经有三百多年了 这种分架集族 形成于青初 源于对旦家人 对歌成亲的礼仪 迎亲的时候 南家在花船 准备四只椰子 一对公鸡 一对鸡 两个猪肉等礼物 出发的时候 挪鼓炮掌齐鸣 直接向新娘家奔去 中途是不可以停留的 开到新娘家 不可以直接埋岸 必须开过新娘门前 再掉头 等女家敲锣打鼓 才可以埋岸 请问 你知不知道回门的时候 梁家要送给女儿的 除了一斗鸡仔 还有什么呢 答题 計时开始 主持 主持 执不忘志 大家可能执不忘志 执不忘志 一斗鸡和鸡蛋 执不忘志 你说那个新闻播音员 不是新闻播音员 不懂读的 那个字 有时间限制 记住 是一斗鸡仔和什么 通常会带什么去回门呢 梁家 要送给女儿 是什么呢 那幅图里面是找不到的 好 时间到 先看看这个60年代 除了一斗鸡仔 你们还说是什么 两什么 两斗鸭 都送了我 以前的歌是这样唱的 左手一只鸡 右手两斗鸭 一只鸭 对吗 两斗鸭就多一点 差不多了 鸡和鸭都是这样的 不如送我吧 鸡和鸭都有 但你只是一问一样 好啊 人家老公才带一只鸡和鸭 你赔这么多 我们是富贵 富贵在这里 富贵在这里 我们有钱 请问为什么会是鸭呢 不 这个是鸭 哦 鸭 通常鸭出的不是叫鸭仔铲 那你送鸭 多多一点都跟鸭有关 通常出鸭 敲鸭打股 肯定跟鸭有关 那究竟是鸭还是鸭 鸭 鸭啊 竹子 遍直的鸭 就是鸭的鸭 不是鸭的鸭 不是 那个是译音 鸭的衣服 好啊 好啊 富贵在这里80年代 说的就是这个 而这边00年代 解释一下 这个就是 肩的夫妇 和鸭的夫妇的区别 什么 因为我们经历过 我大禁祖可能是斗门 寫什么 禁祖 你当时的评音 不是我吗 拿不忘记 你怎么认也行 这位曾经出过书的朋友 你叫甘姐啊 你老婆也想笑 真好 甘姐就是要 要成条的 代表着有头有味的意思 甘姐吃下去是比较甜蜜的 甜蜜蜜 甜蜜蜜 对 三个答案 选项大家都看到 究竟正好答案是什么 马上来揭曉 来 正確答案是 回门 是指婚后第三天 新婚夫妇回外家 当日去当日回 回到外家之后 家长会送一斗鸡仔给女儿 再有两个新鲜 大绿叶头尾完整的蜜 寓意是善始善终 白头到老 生活由头甜到落尾 谢谢 恭喜云飞和梁雨夫妻 可以收获10分的加分 恭喜 抢答题 第一题 请听题 1982年 我国第一家分界所 是在哪里成立呢 抢答开始 濕云与夫妇 广州 广州 因为广州是当时改革开放 最前沿的阵地 所以分界所一定会在广州 开出来 对不对 请揭条 答案是 广州的阿玛 因为在改革开放之初 其实大批的反省指甲 被婚姻问题所困扰 1982年 我国第一家婚姻介绍所 叫做广州市青年婚姻介绍所 去应运生 太好了 答对了 厉害 好 接下来第二题 请听题 1981年1月8日 四川四十岁的丁乃君 刊登了新中国第一次征婚啟事 请问他在哪部刊刊登的呢 A.文宅报 B.生活周刊 C.市场报 D.城市时报 开始 珠珠夫妇 我们那个年代 我觉得应该再接地气 生活周刊 选C 好 你选吧 选C好吗 C 多诺C 他说要选C 看看对不对 正确的答案是 C 市场报 加上10分 珠珠夫妇 恭喜 阿丁乃君 其实他那个时候是做数学女士 其实有一段时间 他几乎每个星期都会去相看 但是都不成功 所以他第八期相 就写一封信 去市场报那里 很长很长的 登公这个广告 后来 新华社还用英文电稿 转发了这一则啟示 世界各大通讯社都转载了 哇 他不得了 他收到至少270多封的回信 其中一封 他就又继续contact 连续了下去 就成为了他之后的老婆 一年时间都未够 接着我们来第三题 继续抢答一下 互相关心 互相爱护 互相帮助 互相学习 互相包容 互相扶持 互相信任 互相尊重 互相团结 互相指引 互相督促 互相照顾 抢答开始 珠珠夫妇 以我对那个年代的理解 一定是指引 督促 和照顾 有爱 同同意 你没有那个爱字 不是很正确 你没有那么直白地 把爱表达出来 是吧 我觉得有爱 只要有爱 应该就是 对 我觉得真是D D 珠珠夫妇说是D的选项 究竟对还是不对 请揭调 我都说要有个爱 才可以继续前行 关爱 关爱 所以我们不够爱 我们现在不够爱 哎 真是 所以你们就 说多多船来雨 你知道吗 说多多船来雨 你知道吗 喂 好 不好意思 答错是没得补答 兼且是没得加分的 跟着我们 下一题第四题 请看一题 万子千红一片绿 是山东河南一带的彩丽水雨 请问 具体是指多少金额的人民币呢 A 10万 B 15万 C 25万 D 50万 抢答开始 失魂与夫妇 万子千红 红就一定是100元的人民币 那6一定是这个 50元 50元左右 窄窄窄窄窄 那一定就不是整数来的了 不是15就25 就是我这样估计 喂 你要搞清楚 对上少少年代 100元不是红色的 你为什么这么帮别人呢 他是玩牙子兵的 你不要相信他 我觉得不是15就25 那我选 你选 OK 你说事 选 坐 坐 你是主持人吗 你公布了 现在豈有此理 很痛 是不是B 是 好 他们说是B 我立刻来公布正确的答案是 B 15万 先解释一下 万子千红是指一万张五元的钞票 再加一千张百元的钞票 一片鹿指的是五十元的钞票 万子千红是十五万元 一片鹿就是一片五十元的钞票 万子千红一片鹿的彩礼标准 就是十五万元起的意思 恭喜 答对了 多加10分 OK 请看看 图片题 下面哪个结婚证年代最为九软呢 ABCD自己看 搶答开始 秋富夫妇 喂 老人家 你最有发言权 你看是否足够 那张一定足够 O最足够 A最足够 A最足够 就是A吧 但以前哪有照片 是呀 未有照片 这是解放前 A吧 按A吧 马上来挑选 正确的答案是 A A 刚刚那四个选项 ABCD相对应的分别是 A是五十年代 B是八十年代 C是六十年代 D是七十年代 恭喜秋富夫妇加多十分 因为为什么拍摄七十年代 我是有这个格式的 为什么我不知道 你和谁结果分 你和谁结果分 接下来这题 请看题 是图片题 结婚的形式就越来越多了 关于婚礼的新生名词也越来越多 请根据判断 将下列的人物对号入座 A 试分 凝分 B 素分 女分 隐分 C 途分 迎分 不分 D 拿分 闪分 隐分 想答开始 G 舒服 G 舒服 D 请公布正确答案 D 拿分 闪分 隐分 拿分就是 又不放走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有张纸 有张纸 闪分就是拍拖很短时间 聖黑就拉了 最后的隐分就是 不公布 就好像富贵一样 对 扭住他 什么都关我事 对 第一关过后 心魂院夫妇暂时领先 拥有40分 事光剑 与猪猪夫妇和秋夫夫妇 紧随技巧 各自获得30分 事光剑 好了 事不宜前 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关 就是翻滚吧 事光剑 事光剑 第二关 翻滚吧 事光剑 所有加班要在这个环节 玩怀旧或年代有关的游戏 今次的惊天游戏是三叉口 三位老婆分别站在指定区域 老公们要绑着弹力绳 最先抱着老婆十秒 不充开的就为之赢了 三回合过后 经过输形次数 依次获得30分 20分 10分 的时光剑 对了 翻滚吧 时光剑 男士要翻滚 谁能揽到10秒 第一样的蔬菜就属于你们了 OK 来吧 3 2 1 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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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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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terly檐 时间够了 够了时间够了 那个呢 我觉得一开始 他的答案是很明显的 我覺得 很好笑 真的很好笑 我只是希望你沒有輸得太難看 你真的很好笑 這是什麼紅色的歌 首先作為有紅的身體的富貴 他是不費吹灰之力 兩步就已經走到阿修在那裡抱住了 李健首先第一個就向後彈 整個人彈了在那裡 梁宇也起碼有回到那裡的體重 起碼沒有彈得那麼厲害 我覺得這個遊戲對我來說不公平 我們派出我們重量的選手 真的 波羅斯來玩可能還會贏到富貴也不一定 第一輪勝出的就是秋虎夫婦的 好 對 第二輪真的有東西看了 異形換位了 因為那個那個那個 那隻紅的後面了 我們第二輪的道具換了 換了一些玩具 來準備 第二輪 3 2 1 來 3 2 2 3 3 2 3 3 3 4 3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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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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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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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5 7 5 5 6 9 5 5 哈哈哈哈哈哈 富貴用了你的滅滅 富貴用了你的滅滅滅 富貴用了你的滅滅滅滅 滅滅滅的眼神 哈哈哈哈哈哈 三重叉的不能說 哈哈哈哈哈哈 保住秋香他的後皮 對! 出去跟他們說一聲聲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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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這位朋友你的腰沒什麼事嗎 你這樣打下來 那種差距怎麼會大得這麼教官 剛剛富貴一拉的時候 第一個撞在這裡就是李健 然後富貴還不知道什麼事 回頭一看 給了一個滅滅的眼神 這樣多人出來玩? 然後他不給機會就抱著秋香 向了後台走過去 又拿到我們的道具的就是 富貴和我們的秋香 三盤 贏了兩盤 富貴就毫無懸念成為了這一關的最大贏家 但是呢 李健和梁宇就一局都沒贏 富貴 謝謝 最後一輪其實你可以不動的 傻家 給一些機會給年輕人展示一下他們的流域 因為第一名爭到了 第二名都給他們爭一下 但是自主權都在你的手上 好了 最後一關我們要爭奪的就是電子產品 今天時代進步 就是說搶到的話 願意住婚姻生活 就非常之幸福 非常之時尚 好潮 總之與時俱進 0 3 2 1 開始 開始 5 1 2 2 8 我們不是擁抱什麼 7、8、9、3 好,時間夠… 李健,你不要回來 你剛剛打算擁誰 我真的不明白 梁雨就聰明了 她擁抱著富貴,然後去擁抱她老婆 自然兩個都能擁抱 擁抱她老婆10秒,她就贏了 你去擁抱別人的老婆做什麼 為什麼要擁抱她老婆呢 你是不是想很久 雖然別人的老婆是哎呀的 我希望通過,犧牲我 抱著她,富貴抱不到我手香 起碼這邊可以贏 我慢慢想不到 我什麼都得不到 我什麼都得不到 她分散了富貴的注意力之後 然後讓我一擊即中,就贏了這回合 你有多不想為我這邊,我想問你 富貴實力連壓 為秋夫擁熱30分事故者 追上失分丸夫婦,齊齊並列第一 你連拼了老命都依然不幸見底 豬豬夫婦要加油了 馬上將我們今天的第三關就是 出發吧,時光機 根據小品演繹現場出題 每單單單一提升才能獲得二十分的時光值 自顧中國婚姻習俗繁多 而其中重要的一項就是送彩禮 傳統觀念入面,彩禮是身份的象徵 但隨著時代的變遷,觀念的改變 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 彩禮逐漸被賦予了祝福的意義 曾經的三大件、四大件 是不同年代的特殊記憶 下面的小品為我們展現的 就是那些年的那些事 我現在是在時尚街裡工作 但是你為什麼要一直這樣刷你的頭髮呢 哎呀,阿妹,你又不懂了 我告訴你啊,我現在在一家時尚街裡工作 但是你為什麼要一直這樣刷你的頭髮呢 哎呀,阿妹,你又不懂了 我告訴你啊,我現在在一家時尚街裡工作 洗髮店裡呢,幫人家洗頭髮 我們老闆說過了啦 只要是我再堅持一年的時間呢 我就可以晉升為那個 那個洗髮總監 到時候我賺了錢就可以回來娶你了嗎 啊,阿妹 阿妹 想踩我的人? 心中一份的船來? 踩你是嗎? 必想踩你一斤是嗎? 我告訴你,我現在有 我屁 現在都在高三年代了 根成很枉人 結婚三大件已經不同了 好了,各位 請問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的結婚三大件 是哪三大件呢? 搶答開始 秋婦夫婦 九十年代我想應該都是家電的 有空調、有電飯煲 只剩下一個是給你說的 九十年代做摩托車 三大件 空調、電飯煲、熱水器 當然不是啦 沒有熱水 絕對不是熱水 沒有熱水嗎? 有鐘啊 鐘? 床、大床 空調、電飯煲、大床 究竟對不對嗎? 你沒有床睡嗎? 你沒有飯吃嗎? 好 不不不不,大床摩托車 究竟是大床還是摩托車 大床60年代有 空調、電飯煲、摩托車 馬上公布正確的答案是 是空調、電腦、錄像機 不好意思 答錯又是不可以加分 接下來各位演員 繼續表演 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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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回來儲我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稍等 喂 哎呀 不不不不不 哎呀 發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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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等等等等 阿哥啊 為什麼你說話呢 好像怪怪的 哎呀阿妹我告訴你 你阿哥我現在厲害了 嗯? 我現在在那個上海啊 做那個羽絨服的生意 我們的羽絨服呢 已經賣到俄羅斯去啦 哇好生靈啊 但是阿妹我告訴你 我們的眼光呢 我們應該放得長遠一點 我決定 把那些羽絨服賣到非洲去 非洲啊 為什麼呢 因為非洲那些人都很可憐啊 他們都光著膀子 沒有衣服穿啊 我們的羽絨服賣過去 我們豈不是發了大賽了嗎 到時候我定期了呀 哈哈哈哈 好好好啊 哎呀 我的傻女啊 現在終於有人要啦 哎呀真是開心啊 這個你要搶我女嗎 是 這樣的啊 現在是年年年代了啊 結婚四大件 你準備好了沒有啊 問題又來了 請問在我們中國 本世紀00年代結婚 彩禮四大件 是哪四大件呢 搶答開始 對 失魂與夫婦 有… 樓 草紙 有… 房 樓和房有什麼分別呢 哈哈哈哈 即是一棟和一間的分別 她說起一棟和一間的分別 她說起一棟和一間的房子 有樓有車 有票 還有工作 有車 有樓 有樓 有銀子 還有有什麼話 工作 有工作 究竟合不合呢 馬上來決定 對呀 即是說 恭喜失魂與夫婦 可以加到 二十分的加分 恭喜 接下來各位演員 繼續演啦 誒 阿哥 阿哥你做什麼啊 唉 你阿哥 我現在 一無所有了 看來 我娶不了你了 為什麼呢 你不是說 你要去非洲賣羽絨的嗎 那些非洲人 他們不穿衣服 不是因為他們太窮 穿不起衣服 而是因為他們 太熱了 不用穿羽絨絨 你阿哥 我什麼文化都沒有 掙不少錢 唉 也娶不到 唉 唉 阿哥 不用這麼灰心的 其實呢 你出去打工那幾年 我在家裡 爆了幾十畝的地 去種中草藥 現在呢 不知有多少藥材商 來找我拿材料 其實 我臭臭埋埋埋 都有幾萬元的 所以呢 不如我們兩個 一起留在鄉下發展 共創美好的生活 好 阿妹 我將近年 咱們現在就回家去秉政 咱們要一起度過 迎婚 金婚 還有鑽石婚 請問結婚多少年 才是鑽石婚 搶答開始 這個 蛛蛛夫婦 剛才是說了藍寶石婚 但我都忘了 說了白金 又說了藍寶石 80 80 80 究竟他們答案是否正確呢 我們馬上有請 時代守護人 為我們解答 我們是時代守護人 現在我和我老伴 開啟時代的距離 好 給點掌聲啊 譚爺爺爺 和張茫華 首先我們要感謝他們的道理 是爺爺 可不跟我們介紹一下 從這個時光寶和當中 拿出來的這個信物是什麼 這個是我們60年前 結婚證書 他一張我一張 讓我看一下好嗎 1959年 哦 1959年 對 9月17號 對對對 那年是中秋 中秋節 哦那天還是中秋 對對對 我們很好奇 兩位是怎麼樣認識的 她是我姐夫的堂妹 哦 所以我回到堂庭的時候 碰見她了 但是您在哪 我在北京讀書 哦她呢 她在武漢工作 沒有在一起過 哦 三年時間我都在讀書 這三年時間都同性人 同性一致同性 啊 大概一個月一封或者兩封吧 哇那三年下來痛了很多了我 可惜的是因為工作關係 我沒有保存下來 你們結婚的時候有沒有什麼儀式 當時 很簡單沒有儀式 在姐姐家她說我畢業了 你們結婚吧 就結婚了 是您畢業後 對 馬上就結婚了 對我畢業就結婚了 哦 用現在時下的說話來說 這叫做不分 一畢業就結婚 那為什麼又會遷居到廣州呢 這就複雜了 嗯 這個因為我這個我是搞第一次工作的 第一次工作 哦 59年到南京 62年到了古代江陵 哦 70年到了荷蘭 哇 轉轉 到了荷蘭是到82年 太冷了 我家裡老人了 受不了 當時沒有空調 那廁所都是渡天的 所以受不了 冬天呢很冷很冷 所以我們就想通過領導 通過組織關係 調到廣州來了 哦 所以就來這裡 其實結婚了這麼多年 59年到今時今晚呢 最想跟老伴說的是什麼 最想說一些什麼話呢 我們好好地活動 為了慢慢地走向 第一個目標 90歲吧 那張奶奶最想跟 彭妮妍說的是什麼 我們在60年的生活當中 很肩負地走過來了 現在呢 我們跟應該很好的珍惜 互相諒解 互相體諒 我願意牽著她的手 慢慢地走下去 幸福的生活 健康地走下去 不需要那些話呢 也像一個鋪定之餘 最好的就是兩個人呢 手牽手 好好地走下去 謝謝 謝謝 身體健康 我們用掌聲祝福 我們的譚爺爺 和譚太太 身體健康 那麼呢 現在要結合了 譚爺爺 專事婚是鍛鍊 六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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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剛才 豬豬夫婦 他們說是八十年 所以呢 回答就不能夠正確了 就不能夠加分了 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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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代為金銅玉女 加上本娘的二十分消除 榮登本期冠軍 秋婦夫婦總分六十分 成為亞軍 珠珠夫婦獲得桂冠 譚先生 譚太太 為他們頒發這個獎座 同時他們都是冠軍 冠軍就厲害了 可以獲得 由三月近影畫送出的 紫磚浪漫分沙士兵的同餐 價值是一萬三千六百八十元 由寧夏海時麗十月有限公司 送出的馬蘭花桃紅 過渡酒 價值是三千一百二十元 由小紅眼鏡送出的 情侶眼鏡價值是一千二百元 好 紫磚是綠色衣服的 來 好 接著是斑法亞軍 來 二十轉 謝謝我們今天作為 《時代守護人》的譚爺爺 和張奶奶 來到我們的現場 和我們見證 我們還有一個 亦都很有儀式感的環節 就是拋花球 三 二 一 哇 我們都預祝多洛斯 未來友情人早點忠誠 究竟怎麼樣 收到這個花頭 有什麼想分享 多洛斯 開心 對嗎 我最幸福 對啦 這個時候呢 我們還有一個切蛋糕的環節 我們要特別多謝 小仙女發色甜品 為我們提供浪漫同心 三層蛋糕 來啦來啦來啦 對啦 再次感謝廣東省 婚姓行業協會 三月近英華 零下海 事例十二萬公司 小仙女發色甜品 小紅眼鏡 對本節目的大力支持的 多謝大家 今天隨著甜甜蜜蜜的蛋糕切下去 今期節目就到這裡 拜拜 祝大家有個甜蜜幸福的粉絲 好幸福 我 宋家琦 承諾 我 陳國明 承諾 我陳國明 承諾 我梁耀榮 無論順境逆境 富貴或貧窮 無論順境逆境 富貴或貧窮 健康或疾病 我將永遠在你身邊 承諾爆料的愛妮 尊敬你 保護你 忠誠於你 直到永永遠遠